今年期是女性人生的必经阶段 即将踏入今年期的女士 其实无需过分担心 因为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 今天很开心请到 抚弹科专科王思雄医生和我们说 让大家了解多些 那就不用太过担心了 王医生 你好 你好 Bibi 首先想问一下王医生 什么是今年期 通常是多少岁出现 有没有一个特定的界线或者标准 顾名思义 今年期就是我们身体的器官 开始的节奏有衰退的情况 这个在更换 我们快要接近去停经 主要是这个意思 但是在香港我们平均停经的时间 约磨大约是52岁 而今年期大部分都是我们停经前 约磨4至5年就开始出现 所以大约是47岁 47岁的时间开始 女士有不同的不舒服 这个荷尔蒙乱 引起了可能经期会乱 多或者少 然后荷尔蒙不够的时候 可能它有潮热 飙汗 我们讲的那些不同的症状 但是有些人现在我们就越来越迟 越停经 所以可能症状会伸延到很久的 你刚才提过 可能今年期会出现一些 潮热等等的症状 除了这一样之外 其实还会有什么症状呢 或者是女士的心理 生理和生理都有什么变化呢 OK 我们可以分开两样 一样是很明显的 可能是心跳 心跪 突然间情绪会不好 变口轻 滚 潮热 飙汗 这些 很多女士都会有的 六成的女士都会有的 这样的问题就是 严重 和几密 另外一些你又不知道的 那这个呢 就包括我们常常说 骨汁疏松 那我们骨是会 因为我们没有了荷尔蒙的照顾 慢慢就会逐步流失 那这个就必然的了 就是你可以保护着它 那么五年六年七年八年 久一点可能都会越来越少 但是如果你保护得它好 那就损失都慢一点 那另外一样东西呢 就是我们女性荷尔蒙 原来都会使我们 那个胆固顺 都会有保护 那所以呢 如果你没有了荷尔蒙 你容易点 胆固顺 那胆固顺顺 又怎样 血管会不好呢 又容易有血液的问题 那这个就是 可能几年后 慢慢又会越来越明显 那这些就是隐性的东西 那这些你就要着意去查了 所以你如果停经了之后 你可能去驾一下 它有没有骨质疏松呢 如果不你不驾就不知道 那如果心理上 就是会有一些 就是除了生理上 对 对 那其实就是会 我们这个时间 也是立集了我们 生理和我们的社交 我们的工作环境 都会有变化 对 那我们心理上就是 因为你河尔蒙差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没有那么有能力 我们比受容易累些 那我们累的时候 我们做得不好 我们猛症 那我们呢 心贵啊 热啊 我们休息得不好 我们就会觉得力有不递 那你呢 那其实修经之后 呢 女士的身体 会面对些什么挑战 OK 那你其实呢 你那个年纪大了一些 那你的身症作者呢 就会慢了 那所以第一件事呢 那你呢 女士经常都会 啊 去投诉 我肥了啊 那就是因为你身症作者就慢了 你食食一样那么多 那你用就用少了 那你就很容易肥了 那你但是呢 你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你的体能会叉了 那你呢 那你呢 女性河尔蒙是使到你呢 有多些能量的东西 那你呢 那你呢 河尔蒙少了 你又很想不做啊 不动 那你变成了呢 你又好像很多人呢 社交上面 又会比较像差一点 我不要想出街了 我不想回我的朋友了 又可能我担心我的 而表情呢 我觉得好像叉了 我老了 那所以呢 有很多这方面 都会影响了 那变成呢 其实就不仅是说 真的我身体上面 是一男子的问题 都需要面对的 那其实就是 如果要应对这个 今年期啦 或者你好像你刚才那样说 可能她那个症状 真的持续七至八年 其实是不是有没有 什么治疗方法 或者怎么样可以 药物去帮助她 那首先 可以不需要药物的 你在活动上面 可能多些 运动啦 增加回那个 生存代謝啦 是不是 那在食物方面 你注重多些 之前你注重 开始注重多些丐 啊 补充回那些维他命D啊 那这样 那这些都可以帮得到 那但是呢 有一些 譬如说面口兴啊 滚啊 潮痍这些 都会和有一些食物有关 是会增加的 那譬如说你吃一些 高 那个咖啡因的食物 那你不会影响 你这些反应会大些的 那你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 又会差一点的 那所以呢 那这些呢 在这方面来说呢 如果做一些准备的功夫 调节的 那你便会好些 那这就是第一件事 就是非药物 那第二件事呢 就是药物 那药物呢 如果纯粹是不舒服 面口兴滚潮热 情绪方面的问题呢 那我们又发觉呢 有很多不是西药 那很多时候 我们现在说的 大豆素啦 我们大豆二黄酮那些 那这些都会帮到 我们的面口兴滚啊 潮热那些 那有黄豆的食物啦 那有些什么小蜜草啦 那这些都可以帮到 我们这些的反应 那这些的反应呢 大约是可以帮到 一半轻微症状的类似 那你如果吃它呢 你就会舒服的 OK的 但是有严重的嘛 严重的那些呢 可能就不行了 还有呢 你说骨质疏鬆那些呢 那这些呢 就帮不到的 那这些呢 我们就可能需要 真的要用药物啦 那药物呢 我们叫做 英文叫Potency 就是能量就更加厉害 那些呢 那它就可以帮到 我们骨质疏鬆啦 帮到我们胆的唇啦 也都帮到我们 面口兴滚的潮热呢 是效率高很多 那之后就想问下 就是其实 你刚刚提过 一个荷尔蒙补充疗法啦 其实它是一个什么呢 或者它有什么种类呢 那荷尔蒙补充疗法呢 顾名思义就是 我们不够荷尔蒙的时候 那我们呢 就会经过不同的方法 去补充一个相对低分量的荷尔蒙 那我们一般来说呢 这类的荷尔蒙呢 是可以分开几样东西 第一 就是天然的 有些呢 就是人工式的 有些呢 是草本的 那样 那也都呢 是可以口服的 可以外用的 比如药膏啊 或者是失陰度的 也都呢 可以打针 或者是呢 我们叫Implant 就是呢 是皮下 一些定位注射的 那这些呢 都是 有些不同的荷尔蒙的疗法 那其实有些人会担心啦 就是吃荷尔蒙 会不会增加了乳癌的风险啊 或者其实 荷尔蒙补充剂呢 会不会有其他些什么副作用呢 首先呢 通常我们现在用的荷尔蒙药呢 都是天然的荷尔蒙 和呢 一般呢 都是低分量 这个低分量的意思就是 和我们呢 现在每个月 自己来到旌旗的荷尔蒙呢 若膜不够三分之一 OK 所以是有些低分量有天然的呢 其实呢 我们身体呢 接受它好很多 和呢 是容易去排了去消化了去 容易很多 那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做研究呢 就觉得 其实 不会增加了乳癌的风险的 那我说一件事呢 就是有 研究认为 如果我们吃这些药 是少过五年以量 那其实呢 就和我们不吃药的女士 乳癌也是一样的 那听完医生的意见呢 其实大家都不需要太担心 跟年期的轻松面对就可以了 今天条片呢 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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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钟 欢迎订阅